韩哥你得有三年半没有到这儿来了 是的 酒半杯请满怀留点空间给未来 你去老板娘回去 老板娘这是什么油 油脂大豆油 大豆油 来,红箭里面是材料,上面烧羊杂的 哦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 厉害厉害厉害 是在玄庙 这个地方叫什么? 这个是荡山县周寨镇 哦,周寨 哦,但是我们的店名是材料 哦 来,倒入这些现切的新鲜羊杂 羊杂 对 新单位 这都是我们自己加工,自己清洗的,都是新鲜的 哦 下一个就有十一个 这多少钱一碗呢? 二十块钱一碗 哦 等下给你咬一碗尝尝尝 好的,尝一碗 哦 这是水羊汤 对 羊肉汤的汤 那这个少数人能够好吃吗? 原来我记得你家最有名的是羊肚爆羊脑 对 那就是三年多了 你过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 给我羊肚爆羊脑 在我们这边算是最早的 来 这是我们提前切好的羊肚 这都我们自己煮好之后切 切好的 哦,羊肚 对 对 羊肚子 大家都爱吃的羊肚子 下这一碗那吃多少碗? 大概一百多碗吧 一百二左右 哦 厉害了 一个小时就买完了 基本上都是一个小时 有的来晚了真的就没有了 买不到 吃了你这个店的照牌了 你家照牌不是羊肚爆羊脑吗? 现在炖羊肚子啊 都是 哈哈哈 羊肚爆羊脑多少钱一个呢? 大概十五块钱左右 因为我们是按金车的 有的大有的小部分都手工包的嘛 所以它的大小不一样 哦 就来了 这里边就是羊肚爆羊脑 在这个锅里 哦 这是我们刚下锅的 还没煮好 论金车 论金车 多少钱一斤呢? 嗯 肚爆脑是七十块钱一斤 再加上葱花 哦 橙花 嗯 这大蒜嘛 这是蒜苗嘛 我们这边叫蒜苗 嗯 大葱蒜苗 对 大葱蒜苗 然后咱拆了锅 这个羊杂就算好了 哦 咱们等一下开锅炒一下 好的 你看 这是我们家的羊肉汤 然后天使用那个羊骨 和羊肉一天下几百斤羊肉 熬的 下几百斤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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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羊肉购多少钱呢 熬羊肉 熬羊肉一百 就这种不带骨的熬羊肉 正好 肚本子 这一块羊肉最好吃 对肚本子 好等会搞这个 对等会搞完这个 这块肉 这块肉 你多漂亮 这块肉漂亮 对我要吃油油的 油的啊 对 再大这个 哎呦放手了 哈哈哈 大块肉 大口喝酒 咱们那酒量怎么样呀 一般般 一般般 一般般就厉害 北方人心格都好爽 好 这可以卖了 二十一碗 对二十八天一碗 这么多个 对我们就是这样 正常碗就是这样 哎呦 坎哥 你得有三年半没有到这儿来了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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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酒半杯 请满怀 留点空间给未来 老板上会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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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半我是看这个美女老板娘这个羊肚帮羊脑好 我是特地来 我们的羊肚帮羊脑是安徽者手 手炕 哦手炕 所以它这个味道就好 我 那两年吃了三年 我五月份来一次 八月份又来一次 那时候三年半 三年半 谢谢美女 谢谢美女 你喝的都没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命你太厉害了 酒量不要炸死了 好 谢谢糖椒 哈哈 我两个都喝半斤吧 行 我以为的 唐哥 来趁热吃啊 尝尝咱们家的羊肉怎么样 好 吃个羊肚帮羊脑 吃个羊肚帮羊脑 要用我们的秘筋占定 我天天看你吃的越像 你也来一个 好的 要不要带个水 好 我就是这个 好 来了 来一个 好 好吃 你香吧 嗯 没味道你吃 我还比我吃 很香 哈哈哈哈 可能就很香 你吃个油脂液 但是你压正义好 正从这个网上混了 你压 特种的感觉你压 就学这个样子半样 很多 很多 因为你压是实体店 从外年过来的和肥的到处有糖分很多 你买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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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太美了 这个是独包肉 我们和绳的颜色不一样 有区别的 这个吃羊肉要配蒜 我看你自己摘鲜 很多人都被我馋过来了 唐哥你尝尝我们家的凳米羊杂 打锅对羊杂 独家配方 你味道怎么样 独家配方的凳羊杂 尝尝 有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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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吃 吃羊肉就是脆皮的 很香 真到位 有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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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辣椒 你两天买两两分子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你跟唐哥学习 没有我 我五中的 跟我决心 这是你家定点 对这个骨膨肉 这吃的话 谢谢谢谢 别客气 这这个蘸肉是我们的干粒 这羊肉也好吃 羊肉新鲜 对都是新鲜的羊肉 本地小山羊 本地山羊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本地散养山羊 我们这边羊肉很好吃 这两个多少钱呢 我们卖58一个 这个重口呗 吃一个 吃一个来 来唐哥吃一下 这个端端你跟前过来 哎呀妈呀 这一个也太厉害了 直接撕开就吃了 这样才有感觉 我怕你怎么吃的 你示范一下 来 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怎么吃啊 这样 嗯 我从这边撕开 我一般习惯 哈哈哈哈 好 我来向美女学妻 看一看 这一样的 那么 我看 就是 从这个开始撕起来 对很香 很香 就不错了 这个羊头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一点都不香 我们的羊骨都是新鲜的 美女在北方吃的比我吃的还吃饭 饮食习惯吗 因为我是经常吃 这个店人气有多 没喝酒吗 没喝酒吗 你们 在外面里面坐不下了 在外面